If you order you don't call espresso you have to call Caffey Ciao Caffey Ciao Caffey Yeah You can do it like that 这是一个奥地利的展开 还能当托盘用 你们相当于是南非的一个生产商 专门做这种肉制品 看你们这儿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国际展览中心 今天我会带大家去探一个FHC食品展 烘焙面包店 咖啡家面包结合的这些店铺 包括有一些做蛋糕甜点的 这个展会里边全都有 所以说今天跟着我的视角 去感受一下这个展会到底怎么样 Let's go 然后你看像这种饼干 你如果去意大利的话 基本上很多那些咖啡店里面 一小杯Espresso 然后Espresso旁边再给你配一个小饼干 喝一口再吃一口这个小饼干 您好 你们这边有试吃的吗 你们是品牌方对吗 那你们是主要是针对弊端 然后做批发的 尝一下它这个味道 它这个口味很欧洲 里边很酥 里边是空的 非常非常酥 这个口感如果我觉得配Espresso喝很绝的这种 您好我想买一包可以买不 不卖啊 买一点自己回去吃 这边都不卖的 对吧 人家这边都是针对这种大客户的 泡完水之后的一个状态 泡水了之后 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对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饼干现在是给山姆这么过程 然后呢 我们的饼干做到他们的提拉米苏的底 他们是做提拉米苏的 就是山姆做提拉米苏用你们这个饼干 对 山姆做提拉米苏用的就是我们的饼干 哦 难怪我想买一盒人家不卖的 人家是卖山姆的 我靠 它之前是做原型的 去年才开始做成这个方式 就是用了这个饼干做的产品升级 才改变它的原物性格 然后能获得大量的消费者的喜爱 他们的增长是非常的难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饼干 没有这个饼干 他们卖不了这么好吃 这个意思 因为这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饼干 然后他们是做正式意大利工位 提拉米苏本来是意大利进口的 可以试试 它这个饼干确实是好吃 我已经知道停不下来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看像这么多国家的 意大利的这些零食是最多的 什么 这也说明了在欧洲啊 这个意大利还是 这个以美师著称的 对不对 看到意大利的展位非常多 于是我就想在展馆中 找到一家意大利正宗的咖啡展位 给他们喝一喝我们上线的新品意识豆 罗马品配 射牛豆我就开始在意大利的这个展区寻找了起来 你看这个展位他们也是有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摩卡咖啡的 对不对 包装上面也是有一个摩卡糊的 看到吧 黑色的摩卡糊 这是一家的摩卡糊 欢迎来 谢谢 谢谢 所以你本身在哪里 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 在南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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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来给他们做一个 这个摩卡糊 中国市场很大 但是这里没有一家的摩卡糊 所以说呢 我让他们尝试一下 罗马的这个拼配 他们喝起来怎么样 中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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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们小道 他们尝试一下 你小心 我们 wären 这个是最完美的判断 哈哈哈哈 妈呀 意大利小哥 已经生生的陷进罗马拼配礼了 意大利小姐也被罗马拼配礼住了 这个我们用的是印度罗马 贵的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不像在俄罗马 或是维亚奈 给他们脆一个espresso 如果你买了 你不叫espresso 你叫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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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样的 来吧 他们已经典单了 没有糖 没有糖 哇 这个很新鲜 看起来 哇 你来吧 有糖吗 谢谢 没有糖 没有糖 你喝咖啡 我们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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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咖啡 好喝咖啡 这非常好 非常有才能 当你喝咖啡 你喝咖啡 你会做这个 对 哇 哈哈 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像这样的 哇 罗马频配 得到了他们的一次好甜 嗯 这个非常好 哈哈 这个意大利老哥也觉得香 哈哈 喝一下他们的咖啡 冰沛 超 超 超 纳不勒斯的 他们这个冰沛 然后他们这个冰沛 你给你看粉量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哇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纳不勒斯的 22 哇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是比较比普遍的 纳不勒斯的 一样的咖啡 嗯 深 像黑的巧克力 你知道 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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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嗯 嗯 preciate you guys like the the coffee here yeah preciate about that Napoli is the city of the pizza where the pizza born yeah 明年去拿破里 然后呢 吃一吃拿破里的披萨 他说拿破里的披萨 和拿破里的咖啡 是在意大利的当地 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Glazie Glazie 哈哈哈 Glazie Glazie OK see you around 这是一个奥地利的展开 这个老板一看就知道好酒量的那种 对 就是不是这样 Odega都是全部普通量造的 哦哦哦 一点点啊 酒量不是特别好啊 性子 性子 这个多少度啊 8度 38度 哇 包括这个草本系列的也很好喝 嗯 国外的他们餐后酒 小姐姐太热情了 一下子在这边这个不让走了 一直拉着在这边喝 比如说我这个是一杯咖啡 比如说我那边有个面包 哎 这个 还能当托盘用 对 你不说我真不知道 我没发现 是吸盘吗 吸盘吗 就比如说我想用另外的气盘 比如说哎 我可以换搭配 那我就买1万一个 这个是1万一个 这个是1万一个 这个是没有车板的 买个吸盘就自己能吸了吗 哦不一样 它这个吸了 这定制的 它这个要有磁铁 整一杯咖啡喝 我酸味十足 这杯非常好喝 像他们这边呢 就是会给一些咖啡店供应 你看像这些可鲁莉 对吧 面包什么之类的 它都能够在工厂 做好之后给这些咖啡店做供应 你看我今天打多少杯咖啡 哦 哦 你上面有记录的 哦 哦哦 做满了啊 哇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这个声音有点好啊 那营业额又破纪录了今天 我们三点半会免费 那个爆料的冰淇淋 三点半冰淇淋等不了了 走吧 我们是主要卖卖片的 然后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叶米片 然后葡萄干叶片 然后是非常健康的 你们相当于是南非的一个生产商 因为你们这个混到那个低音咖啡里边 喝起来很舒服 因为这个有点安眠 我喝了之后就想睡觉 所以说我今天不敢多喝 好谢谢 您好 能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吗 这翻译过来叫啥 蓝莓饼 蓝莓饼 哦 其实在国内还没有正常的翻译 但是因为他们是在 主要是以蓝莓还有葡萄干线做的 所以他们就用馅的材料 蓝莓饼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那种 比较手工和传统的感觉 他们就是手工做的 小工程 哦 哦 对 我们是那个英国北部政府 扶持了参与的一些 那个小的那个生产商 这个都是英国政府自己扶持的 啊 他们自己的小厂商 他们是不用付钱的 嗯 他们现在主要找就是一些产品商 分销商 感谢感谢 Bagel 现在Bagel我觉得在市场上啊 真的还是挺火的 有很多专门卖Bagel的店 你看生意都多好 大排长队的 各种各样的馅都有 这是一个火腿的肉制品的展台 做西餐用的 你看现在SALAMI 您是品牌方吗 还是 对 专门做这种肉制品的 你们是 对 你们是一个是意大利的品牌吗 还是 意大利 哦也是意大利的品牌 意大利这个上百年的一个家族 哦 主要做的就是SALAMI 火腿 这两个对吧 对 那像这些如果啊 是买的话 你们现场应该是不卖的 对吧 对这场不卖 主要针对的就是河马 沙姆这些对吧 河马 沙姆开斯克 奥勒奇 这都有 他们这个品牌啊 就是专门 针对大的连锁超市去做供货的 所以说像这种的话 你想在现场买 你还是买不到的 我刚才其实是真的 有点香 买它那个小烤肠 那那个烤肠一看就是它是很好吃的 他们这边竟然还有这个 你看素融的这个蓝山咖啡 真的蓝山咖啡吗 有没有试饮呢 这个长一点点 这个是加了奶的 这喝起来怎么那么像豆浆啊 很像豆浆 你看像日本这边就卖一些烧酒啊 清酒啊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 你看你如果要是开一个日料店的话 那在这边你就能找到 适合你日料店的各种各样的食材 对吧 这是开心果吧 对开心果酱 它做烘焙用的多 我们之前做那个开心果的dirty 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做开心果dirty 绝绝子这个就是隔着屏幕应该就能闻到这种开心果的香味了 都是烘焙上用的 哇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蓝莓酱 里边貌似是那个蓝莓的果肉对吧 蓝莓颗粒 蓝莓颗粒 小伙伴们啊 这个展会真的是非常的耐逛啊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展馆中看到非常多的专业的这些公司也好品牌也好 所以说呢我就在这边逛了一个下午整整一个下午 现在马上就要闭馆了 你是一个咖啡从业者 餐饮从业者 烘焙的从业者 你都可以在这个展会中找到有用的信息供应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展 明年再继续来这个展会再来逛一逛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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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